彭夏大哥 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麥卡錫在這一個會後記者會 再度接受布倫伯的專訪 仍然力挺台灣 現在看起來國會兩黨合作抗中保台 是越打越兇 我們看麥卡錫的德意行為外的 這種表現就知道說 不是麥卡錫幫台灣 台灣幫麥卡錫 在英文幫麥卡錫 還有那些小粉紅們 拿了兩百美金四百美金 來那邊抗議的 使得整個場面多熱鬧 多有戲 如果說他都不來抗議 點點 戲到沒人看 那你什麼戲看呢 就是因為有中國這樣子的權力配合 權力拉抬 所以使得麥卡錫 不要以為美國的眾院議長就有多大的新聞魅力 不見得嘛 能夠一次有將近兩百個記者 都是首屈一直有名有姓的 這種主流媒體的記者來採訪 這對美國國會議員 對美國的眾院議長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時光 所以這也是他從當上的議長以後 最高光的那一刻 那一刻是台灣給他的 是小英總統給他的 所以我們要顛倒過來看 為什麼我說我們要顛倒過來看 我們不要好像小媳婦一樣 好像我們都需要人家怎麼樣 人家怎麼樣 沒錯 這個我們要了解到 今天我們在這個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特別是我們在這個亞太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已經不是過去那個 世事都要看人家怎麼樣擺布的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你看了 美國自從蘇聯解體以後 後冷戰時代結束以後 美國成為獨強 但是他成為獨強 反而中下了美國的 這個很大的這種危機 為什麼很大的危機呢 他沒有敵人 沒有敵人他開始迷惘了 他為什麼想要全球化 他也會說沒有敵人 那我全球一家 然後通通為我來服務 想得很美啊 結果好到誰了 好到了中國 所以我覺得說 美國經常幹這種事情 過去從中國開始 在南京把國民黨 趕出南京的時候 美國的大使司徒雷根 他就留在南京沒有走 連蘇聯的這個大使都跟著撤到廣州去了 但是 司徒雷登沒走 為什麼他希望能跟陳毅見面 能跟中國建立新的關係 美國就一直受他這樣一個幻想的影響 但是好了 現在終於美國崛起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真的是 一下子給中國這麼好的機會壯大 然後他發現說 這個敵人太重要了 為什麼太重要 你看麥卡錫講 其實共和黨最痛恨的 不是中國共產黨 是民主黨 民主黨也是一樣 最痛恨的就是共和黨 那麼還好出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 現在兩黨終於有了共同的基礎 一起來恨中國共產黨 是民主黨的